其實政府早前在食欄委員會裏面已經講過 會是用3000萬改善23個旅遊區的廁所 但是現在這個新的計劃 是說要用根據報導5億去改善200個公尺 我有幾點希望大家留意 其實很多公尺這麼差的原因有幾點 第一基本上在一些人流密集和人多的地方 公尺是不足夠的 所以在規劃上 如果政府是沒有增加 舉個例子 大家都很熟悉的鴨寮街公尺 或者在旺角是完全沒有足夠公尺的地方裏面 整得幾好 但是廁所 無論是廁所的數量、廁格等等都不足夠 其實這些問題一定不會改善 所以歸根到底政府一定要改善現在的規劃 增加特別在人煙沉默的地方 所有公尺的數量 這個是最重要 這是第一 第二 政府聽下去五億很多錢 但是很多以往的經歷 譬如在上水的一千萬公尺 在屯門的一千萬公尺 在葡台島四百萬公尺 這些天價公尺換來就是 第一 很多的設備用沒多久都爛了 第二 很多的設備是沒有人維修的 我自己也可能跟香港市民的經歷差不多了 一些自動出水的水龍頭出不到水 永遠廁格裡面 或者廁所裡面的簡易是沒有的 所以其實如果只是改善的硬件 是於是無保的 我要求政府有幾樣要做 第一 它可能在食環處 需要委任一個我們叫做 負責公市發展的專員 盡早定出一個計劃去改善 這是第一 第二 現在的做法 利用這些外判的做法 我們覺得是相當之令我們失望的 第一 我們真是很不想見到 在公市裡面仍然有 六七十八十的一些長者 是要在一個極惡烈的環境去看下工作的 其實他們缺乏有幾樣東西 職業上的保障 好些的待遇 較人性化的工作環境 和一些保障到他們 不會被外判商剝削的一些聘用條件 政府一定要改善現在外判制度 外判制度裡面的條件 否則的話 在重重剝削下 只會是犧牲社會最低層 最沒有討價還價能力的長者 去繼續這個做法 政府是外判制的始作俑者 如果不改善外判制度 還要有幾多億 我相信這些改善只會痰花一眼 花完這五億之後 可能在一個躍乾時間之後 又會走樣的 所以我希望政府是重申 要將整個公市的服務 虎底抽身去做好 而不是好時間這樣 可能訂了五億出來 以為解決的問題 OK 我想問問 你剛才說 正是改善不夠的 還要委任那個公市 或者整個中越去檢查 其實它要做些甚麼 有甚麼作用 第一 就剛才我講了 全香港的公市的數目是不足的 政府是很多年來都沒有認真去改善 那個公市的數目 特別是人煙沉默的地方 或者遊客會用的地方 我想找不到廁所 都不是香港一件罕有的一件事 大家都試過人有三級的時候 是多難去找公市 或者多難去商場找到公市 所以政府一定有一個重新的規劃 重新去審視香港現在所有公市的數量 第二 在那個提供的服務裏面 用現在食環柱外判的制度 是不是可以改善得到呢 第三 現在已經去到一個很先進的時候 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程式 譬如有些apps 當我 或者大家人有三級的時候 在那個地區都可以找到公市 其實香港現在都沒有 譬如我站在旺角 油麻地 尖沙咀 我站在街上 我怎樣去找到一個最附近的公市去用呢 現在都沒有這些設備 所以其實整個香港想做一個好些的先進城市 甚至做這個什麼旅遊城市呢 配套是完全不足的 我希望的改善就是透過這個所謂公市專員 我們叫做 是令到香港是好些的一個改革 而不是訂五億出來 做一下修修補補 做一下門面東西 因為做門面東西是不會改善 也都沒有辦法改變香港現在這個 相當之惡劣的公市文化 我們就沒有全心去做任何事情的 因為你看到如果大家在那個聽過會 我問了很多 或者我黨友都問了很多的問題 其實他們是沒有答到的 包括這三個職位怎樣去確保工程不會走樣 大家都知道他將來跟一個承建商幾百億的錢 你怎樣看著這個計劃 不會讓大地產商吃到盡 怎樣不會讓他吃價等等 其實這些是真的大 我們很關心 公民黨是很想他做好的 但是他都 那些答案呢 不是拒絕答 就說等文件 那我覺得如果認真做議員呢 是收不到課的 對不起 所以我們不是不想緊張 亦都不是不想過 到回頭我都問他很多次 我說你三個人夠不夠啊 意思就是說 你是不是真的有盡利的能力 找足夠的人 那其實我們是歡迎政府 有一個周全的解釋和計劃 令到接下來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埋到尾的西九文化區 是做得好 還有真是為香港的納稅人是把關 這麼多年來 我們見到去到今天呢 其實很多公務工程 政府都沒有做好八關的角色 錢是花了 政府或者立法會好像自動提款機 要多少億就拿多少億 但是最慘呢就是 豆腐渣工程呢 原本在國內見到的 原來在香港呢 滿目皆是 我是很希望今次西九做得好些 不要令到香港再背上一個 豆腐渣這個城市的名 我覺得它有兩點 建制派就是互主不力 沒有做到它的角色 政府亦都準備不足 老實說 剛才那些對答 建制派也都沒有太多的心機去問 那我不知為何他們好像沒有太多留意那個發展 但是我覺得民主派的議員很用盡心盡力 在剛才那個短短的時間裏面 是我們問到毒的了 你見我們都問到最後那一輪了 但是都解決不了 或者解釋不了 所以我們才決定了希望 否決了它 令政府做好一點點 我們要一個好一點的西九 可以說一下 你怎麼看政府委任了趙偉賢做申訴專員 趙女士呢 我都在以往的工作都跟她見過 我有一個看法 其實申訴專員是應該一個 是盡量能夠獨立於政府公務員體系 是比較適合 如果大家看到以往的 包括剛剛卸任的劉英英女士 其實大家看到 由於劉女士在消費會出來 其實她整個以往工作的歷史 都是站在消費者 或者市民的角度去看問題 我唯一的擔心趙女士 她都做了幾十年的公務員 還要是紀律部隊的警察 她有幾多的經驗或者經歷 是能夠站在市民去看呢 你都知道警察 一直給我們的看法和形象 都是高高在上 也是執法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是有擔心的 不過已經是一個事實 我唯有再一次敦促趙女士 她的角色是一定要改變 今天做申訴專員 是責任重大 因為政府很多的部門 政府很多的工程 政府很多的計劃 都是頻頻失誤的 劉彥卿給我看到她是主動出擊 她沒有只是等一些投訴去做 做很多主動的調查 既然政府是要求了 或者入委任了趙女士去做 我希望她做得更加出色更加好 我願意是用一些時間去觀察 但我不是沒有憂慮 因為她過往的經歷是給不到我們 在暫時看不到很大的信心 或者她的經驗去處理這些申訴的問題 OK